攝影機 吳凱萱妳有吃飽嗎 有 可以 可是我的衣服 怎麼會有抽綴的味道 有抽綴的味道 有嗎 我聞聞看 真的耶 這是油煙味 油煙味是什麼 媽媽也不太確定耶 那我們一起去問問看環保直人好嗎 好 好 走吧 環保直人你好 打擾了 我們剛剛跟小朋友去吃完熱草 然後小朋友問了我有問題 我也回答不出來 可以跟您請教嗎 可以啊 請問 就是我們吃完熱草之後 發現身上聞起來 都是那個油煙味 就是臭臭的 想說進入人體 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我們烹飪時啊 遇到高溫會產生油煙 油煙裡面的PM2.5 及有害物質在進入人體後 會產生肺部病變 心血管疾病及癌症 所以環保局會要求店家 裝設處理油煙的相關設備 適當的處理油煙 以保障民眾的健康 適當的處理油煙的相關設備 是指什麼呢 跟我們一般家裡的 處理油煙機長度不一樣 那我現在帶妳進去看看 店家跟我們一般的家庭 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好了 謝謝 我們尋查的三個重點 第一 我們到達商家看 他的油煙防治設備 現任由我們開啟 因為一規定 商家一營業就要 第二點我們建議商家 集氣照風速要打 每秒0.5公尺以上 那我們集氣設備分為兩種 一個是上溪室 那上溪室要與爐台高度 距離120公分以內 側溪室要與沖刃距離交叉 小於45公分以內 因為如果 攻速太弱 或者是距離過長 會導致集氣不足 然後導致油煙的抑散 如果不小心吸入人體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第三 油煙的處理設備 要適時的清洗 以達到最大的處理效率 以上就是我們三大巡查重點 我了解了 所以店家是透過 這個油煙防治設備 讓油煙呢 透過我們的集氣照 然後抽到上面 然後透過我們的 靜電劑 把油煙吸附之後 就讓乾淨的空氣排出去 是的 明天下午 我們剛好有一個巡查作業 可以邀請小朋友 但是我們的小記者 一起瞭解 打擊油煙的任務 真的嗎 那太好了 好啊 那我們就明天見 好 明天見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 小記者 1號 要 2號 要 3號 要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GO 首先我們第一步進來 先要看 設備有沒有開啟 來 看這邊 就這個 亮燈的地方 亮的表示它有正常開啟 你們有看到嗎 有 有 有亮還是沒亮 有 第二部分我們就是要檢查這個爐台高度 所謂爐台的高度 就是對角線的交叉點到邊緣的距離 不能夠超過45公分 這樣就要打 對 你這樣有沒有符合規定 有 對 Q5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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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先來測風速 這 這數值呢 只要超過0.5就可以了 你們看 有沒有超過 有 這樣子它有沒有符合規定 有 這就是我們的檢查過程 讓你們懂了嗎 懂了 真的嗎 真的 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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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在烹飪過程中 經由烤 炸 煎 破炒 所產生的油煙 會對人體造成哪些傷害 答案是D 以上皆是 請問餐飲油煙防治 虛弱是哪些要件 答案是D 還是以上皆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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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